大家好 港股繼續是沒有離神器 不上不下 成交進一步下跌 顯示到外圍沒有什麼帶動 港股又沒有什麼因素 業績出到七七八八 等於第一季業績 似乎也幫不了什麼手 所以唯有上到兩萬九 大家都不敢走前 一對二三百點下去 大家都不敢做得太盡 所以形成了這個格局 都要維持到四月底 甚至五月頭也是 五月是黃金周 黃金周現在A股正在炒 一些旅遊概念股 但我覺得都是炒得快 博奧論壇 未來可能有一點刺激 看看中國會不會講一下 電動車、新能源、碳中和 這些概念再重提 看看能否刺激到 暫時看 我看市場就沒有什麼大作為 指數方面 唯有就是過股 看看有沒有輕風作浪 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外圍方面 都是沒有什麼消息 美金近來殺得很厲害 但對美股似乎未造成太大波動 所以美股沒有波動 港股更加沒有 A股又升了一陣 但又不會走 所以更言之 令港股現在好像不生不死 希望到五月 有個黃金周幫到下手 走啦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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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